Sanway Deekap, Benakap,大家好我是Ben 欢迎回到太语构句练习 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Sang-Ged 那主要就是注意跟观察这两个意思 那照慣例我们就从例句开始看 选的第一个例句是Sang-Ged Di-Di-Na Sang-Ged Di-Di-Na 那Sang-Ged就是注意或是观察 那Di-Di就是好好的 Na没有什么意思 是一个语尾注词 让这个句子的语气比较和缓 所以总句什么意思呢 Sang-Ged Di-Di-Na 就是你仔细的观察 仔细的看 好好的看 注意看 都可以 好 那选的第二个例句是Kun Sang-Ged R-Blau Kun Sang-Ged R-Blau Kun是你 Sang-Ged 一样是注意或是观察 R-Blau 我觉得可以是是否或是有没有 或是有没有或是英文的or not 那整句什么意思呢 Kun-Sang-Ged R-Blau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有没有观察到 好第三个例句是Pom Mai Dai Sang-Ged R-Blau Pom Mai Dai Sang-Ged R-Blau Pom是男生用的我 好我们先看Sang-Ged好了 Sang-Ged是注意或是观察动词嘛 那如果Mai Dai在动词的前面什么意思呢 没错就是没有做某一件事 那R-Blau呢就是加强语气 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 Pom Mai Dai Sang-Ged R-Blau 就是如果只有Pom Mai Dai Sang-Ged就是我没有注意到 那你加了一个R-Blau 加强语气就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好接下来下一个例句是Mai Dai Sang-Ged Wa Kao Tong Mai Dai Sang-Ged Wa Kao Tong 好Mai Dai Sang-Ged前一句已经说了Sang-Ged 是动词注意或是观察 那Mai Dai 放在动词的前面是没有怎么怎么样 所以Mai DaiSang-Ged就是没有注意 没有观察 Wa 类似中文的说或是英文的that 后面加一个子句 子句是什么呢 KaoTong Kao是男生或女生的他 Tong本来意思是肚子 那在这里是动词 怀孕的意思 那这种句是什么意思呢 Mai DaiSang-Ged Wa KaoTong 没有注意到他怀孕了 好下一个例句是Sang-Ged Sang-Ged Hen Dai Tan-Ti Sang-Ged Sang-Ged Hen Dai Tan-Ti Sang-Ged Hen在这里一起 那一样Sang-Ged是观察注意嘛 Hen是看 所以Sang-Ged Hen合起来还是注意注意到的意思 那Dai是可以 Tan-Ti是立刻立即马上 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Za-Sang-Ged Hen Dai Ti 就是能够立即 能够马上就注意到 好 那接下来给大家形容词的用法 Duojang Ti Na-Sang-Ged Kong Ruang Ni Duojang Ti Na-Sang-Ged Kong Ruang Ni Duojang Duojang是立子 范立的意思 Ti是用来指定 或是修饰前面的Duojang 什么样的Duojang呢 Na-Sang-Ged Sang-Ged Sang-Ged本来是注意或是观察嘛 加一个Na Na Na本来是值得的意思 所以Na-Sang-Ged 合起来就是值得注意的 或是有时候可以翻成显著的 Kong是你的我的他的的的 Ruang Ni Ruang是事情 Ni是这个 所以Ruang Ni就是这件事 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Duojang Ti Na-Sang-Ged KongRuang Ni 这件事情当中 值得注意的例子 或是显著的例子 显著的范例都可以 下一个例句是 Mai Mi Gan-Bliam-Blang Ti Na-Sang-Ged Mai Mi Gan-Bliam-Blang Ti Na-Sang-Ged Mai Mi Mai是否定的不 Mi是有没有的有 所以Mai Mi合起来就是没有 Gan-Blian-B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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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值得注意的变化 或是显著的变化 明显的变化 那整句什么意思呢 没有值得注意的变化 或是没有显著的变化 没有显著的改变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一集的最后一个例句 เคย สังเกต ไหม ครับ ว่า พอแม่ มักจ เลือก ของเล่น ที่ ดูดี ดูสร้างสรร มา เคย สังเกต ไหม ครับ ว่า เคย 曾经的意思 那สังเกต อย่าง是注意或是观察 マイ 是问句用的 มา 那คับ 只是男生用的语维著词 ว่า 只是中文的说 或是英文的 that 所以เคย สังเกต มัยคับ ว่า 曾经注意到 妈 或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观察到,有没有发现到 发现到什么呢? pome,pome就爸爸妈妈父母 makza是经常的意思 乐是选择 konglen,kong是东西,len是玩 所以玩的东西是什么? 没错,konglen就是玩具 tid,duddi,tid一样是拿来指定或是修士前面的konglen 怎么样的konglen呢?duddi dud是看,ddi是好 所以duddi就是看起来很好 所以接着前面konglen,tiduddi就是看起来很好,看起来很不错的玩具 dudsansan,dud一样是看 sansan本来是动词创造 那在这里dudsansan就变成看起来有创意,看起来有创造力的 那基本上是接着前面的t,duddi,t,dudsansan 就接着其实一样是指定或是修士前面的玩具 看起来很好的玩具或是看起来很有创意的玩具 好,那总句什么意思呢? koy sanggit,mikapwa,pome maktak leo,konglen,tiduddi,dudsansan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父母通常会选那些看起来很棒,看起来很有创意的玩具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sanggit的所有例句内容以及讲解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心得以及感想,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及频道,请记得帮按赞,订阅,分享,按超级感谢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kob gom makap,zadikap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